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准备去上我的英语口语课了 北京今天还挺冷的 所以穿了一件毛衣 穿了一个这种特别厚的毛人外套 今天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个广告要拍摄 所以到时候下午的时候可以带你们逛一逛北京吧 现在先跟我去上课吧 我们现在下课了 买点喝的 你即将拥有一顿非常陡的视频 因为你跑位了 哈喽大家我现在刚刚下课 然后刚才我们下课之前讨论的一个话题是Mexican food Mexican restaurant可以推荐一下的 我就突然想起来 有一个那个三里屯的叫El Burial的餐厅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应该是我最最最喜欢的墨西哥餐厅了 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回那个住的地方跟我学长碰面 下午的时候去拍一个广告 然后我现在要在车上面去背一下我的那个台词脚本 今天中午应该又吃不了午餐了 啊 头疼 我们现在来到了景山公园 这个是我之前就 在路啊 这个是我之前就已经来 去年来北京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一次就选了这边过来拍摄 昨天北京都是重度的雾霾 我今天就出了大太阳 正好今天有拍摄 老天对我还是很好的 妈呀 我困死了 我今天早上六点半就行了 昨天十二点半睡的 现在那个什么 睡眠时间严重不够 刚刚在景山公园拍的时候有一个闭着眼睛 就是聆听大自然的那种感觉的镜头 直接毕竟已经要睡过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后海那边去一个猫咖 完了 我现在迷路了 刚刚拍一个自行车的镜头 现在学长骑着我自己就跑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然后手机也在他手上 我现在彻底失联了 希望他还能找得到我 我看到了这个人 哎 我天哪 找了半天 我还要往前面跑 我到了那个地方 跑到那边去了 我想给你打电话 我一起去 手机在你手上 哭了哭了 OK 还好找到了 这个猫咖人也太多了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视野特别好 外面景也特别好看 饿死了 现在赶紧趁着空档的时间 来吃点东西 看这个上面我写的是水瓶做的 选的是这个 今天拍的还是挺累的 装作好几次就特别想睡觉 但是整个拍摄 我觉得至少我还挺快乐的 就是很新鲜的感觉 是我在长沙绝对不会有的体验 很多人会说 哎悠悠 你真的要搬去北京了吗 我还是挺喜欢这种一线虫 是带给我的丰富性的 所以让我在这好好体验一下吧 我们现在到后海来了 本来想拍日落 但是那边已经没有太阳了 哇塞 刚回头一不小心 看到了这种紫色的 粉色的日落 开心开心 今天是圆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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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那个living room 然后这个是我画的 我的住处 然后这个是我的伙伴画的 我们两个灵活画手 然后我发现他的前面还有一些数学课 不要怀疑 这个就是我们上课的内容 我现在到了国贸的商城 今天中午要跟一个朋友吃个饭 就上次跟我一起去看那个click15他们家演唱会的时候 然后今天到的是这个花厨 这家店也是我吃了很多次的了 这个是我每次来必点的南瓜汤 还有这个牛油果和三文鱼做的这种 类似于寿司的吧 这个也特别好吃 也是每次必点啊 哈喽大家 我现在刚刚吃完饭 然后过来上那个高尔夫球课 我这几天在疯狂的练习 因为这周六还是这周日吧 要跟婆们约一场高尔夫 可是我是个菜鸟 就他们已经非常厉害了 所以我最近一直一直在苦练 等一下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非常菜鸡的水平 垃圾的水平 我到北京来了以后才发现身边的朋友好像都会高尔夫 什么滑雪什么的 这个好像已经成了一个必备的技能 好了我已经到了 这个是我上课的地方 你再来一个可以送的远一点就这个位置啊 好 ok 可以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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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打几分 这个 ok 1到10 我刚刚那个 我再打一个 8分吧 挺好的 再来一个 嗯 今天的话题是at home 就是在家里面有关的一些内容 什么spring cleaning 春季清理 还有 since at home 就是描述一些家里面的什么东西之类的吧 这些东西其实看起来都挺小儿科的 但是真正让我去讲的时候我就发现 不行 我做不到 好多话我都说不出来 我现在要把单词给梳理一遍 但我觉得这种场景式的记忆对我来说还挺有用的 我不知道你们学口语是怎么学的 Hi Lucy come on in come on in come on in come on come on in but that one the one with the face we call it emoji 图来复述啊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来说 我们三个的灵魂画手 hello大家 我现在刚刚下课 然后现在要敢去参加一个索尼的他们的一个活动 今天晚上的时候还要见两个博主 到时候应该整个行程都会比较紧凑 所以现在也没有时间吃饭了 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候到现场 我们现在拿到机器了 就是这个很可爱的小相机 我们是自己开发传感器的一个公司 所以它是旁边 也我们每位 hello大家 我现在已经结束了他们前面第一趴的活动 就是讲了各种什么相机的知识之类的 现在我们的第二趴就是 要选一些地方来拍照什么的 就他们有选一些比较好看的景 我们就跟着过来拍一拍 体验一下他这个相机 今天来了超多博主 但是我都不认识 我用了一下他们这个相机 我还真挺喜欢的 因为它很轻 然后拍起来也很好 还好今天阳光比较好 拍起来的话会比较顺利一点 反正想吃东西了 我都没有吃午饭好饿呀 哇他们这边提供了好多那个啥 下午茶 看起来很有食欲 我饿死了 给你们看一下 他们刚刚给我拍的这个 哇简直了 都是直出的 这个颜色也太好看了 肤色 简直颠覆了我对索尼的看法 还有这张我也特别喜欢 哇简直了 太好看了 他们工作人员刚刚没有拍的 这张也是 哦我太喜欢了 这个质感绝了 我现在已经结束活动了 现在准备打个车 然后去火烧云 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北京的餐厅 去和一个叫摩摩的博主碰面 哈喽大家我现在已经到了 然后这边已经跟摩摩面鸡了 好憔悴 他现在还在带着电脑工作呢 简直了 太难了 全天人的世界里面没有容量 点了一个他们家最火的这种 油面鸡 小食拼盘 还点了他们黑三座 云南必须要吃的云南菜 还有一个素盘 我现在刚刚回家 今天跟摩摩聊了超级多 又收获了好多新的知识 我觉得定期跟人见面 然后去跟他们交流 获得一手的讯息 真的非常非常有必要 今天还跟摩摩聊了一些签公司的事情 就最近特别特别多的 MCN机构来找我 估计很多那种比较有名的说出来 大家都知道的公司 我也都没有签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签公司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就商务对接或者文案策划 剪辑拍摄这些我全部都会 然后还跟摩摩一起吐槽了一下 北京真的好干啊 光是擦护手霜每天都要擦十几次 天哪 你们有没有在北京生活的有什么好的办法 除了加湿器和多敷面膜 我好像想不到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好啦 我现在要去洗澡了 等一下还有作业要做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叫communication 反正就是学一下 如果你打电话信号不好啊 或者被中断了 要怎么去练习之类的 要怎么去联络之类的 Hello Hey Sarah It's Mario Hey how are you doing Great Listen I have some news Jan and I went out to a fancy restaurant last night and Oh Just a minute I have got another call Hold on a second Do Do Sorry So What were you singing? Well Guess what We are getting married Hello 大家好 现在是星期天的早上 今天要准备去跟朋友一起打一下高尔夫 我现在已经整装呆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下场 希望不要太 希望不要表现得太惨 我现在已经到高尔夫球场了 我刚刚一个球从这儿打到这儿 开心 呀 哎呀 用这儿就拨了 哇 进了进了进了 这种东西就是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还挺难的 打高尔夫最痛苦的莫过于找球 我这个新手真的完全找不到我的球在哪里 我们刚刚从早上10点 我们是从10点开始打的吗 从10点20开始打一直打到现在12点20 打了两个小时 别说高尔夫还是要点体力 一直走一直走 有一点疲惫了 补充一下能量 看这个小哥哥 他可能想吃 曬太阳可安逸了 哈喽大家 我现在刚刚回去换了一套衣服 然后现在准备出门去拍证件照 我约的那个照相馆是海马蹄照相馆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 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 感觉他们家的那种拍摄风格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那种很有个性很有温度的拍摄 然后其实我来北京以后我就觉得 定期去更新一下个人形象还是挺重要的 就你不管放在简历里还是做头像 或者是放在自己的文档之类的都还挺重要的 然后我今天预约的是秋冬证件照 然后还有一份那种单人的文艺照想感受一下 然后现在就过去了 嗨 我现在已经到了 然后再等矿装饰过来 他们在这个秋冬正念照就是有三种底色可以选 这种姜果红 然后还有这种银河蓝 这个应该是叫焦糖黄 然后我自己选的是这一个和这一个 他们自己也可以选一些什么配饰啊衣服 这样子还挺多选择的 这些服装颜色的搭配都还挺丰富挺漂亮的 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 就是我的风格 我现在已经把妆面给改造了一下 我这一次的眼妆他们给我加了那种橘色的 然后 然后 哦 对这个口红 我刚刚发现这个口红好好看 诶 是这个吗 对 是这个 MAC的60270 好像是叫小辣椒 还贴了双眼皮 我的这个 左眼的眼睛的双眼皮 比右眼的要更霜一点 我觉得这个妆还挺不错的 很衬人的肤色 很适合秋冬的 来 往右搭一套 看不停往右搭 天啊 我已经分不清左右了 我现在换衣服突然觉得她这个娃娃领还挺好看的 又换了一套这个 我觉得他们家衣服都好好看啊 哇 我get了一个新的发型 就是这种外发的 感觉也很好看 笑容笑开 你可以 可以 现在还差一组文艺照 上面有这样的 然后有这种活泼的 我选的是这一组的 就这种在投杀的 看一下最后一套的造型 诶 这种感觉 右翼的感觉 一 二 三 走 再来一趟 笑容 再下转 开心 啊 怎么办 她只能让我选一张 我觉得我需要价钱 让他们把我多修几张 他们这些拍的都太好看了吧 都可以当头像了好吗 我刚刚洗完头洗完澡 然后等一下准备看一会儿书 就睡觉了 最近想学着读一些诗 所以就找朋友推荐了一下这一本 这本应该是叫《夜宋》 这本书其实是作者写给他的王妻的 还是挺浪漫 但也挺伤感的 非常感恩 我很感恩 谢谢大家